男女关系背后的潜规则送给设施卫生的你 第一,99%的男人都好色,十男九色,无关人品 第二,女人跟男人分手,90%都是因为嫌弃男人穷 而男人跟女人分手,90%都是嫌弃女人丑 第三,无论男女,90%的分手是因为她已经有另一个心仪的对象了 不一定是备胎,但肯定是让她看到了更好的可能 第四,脱单不一定让你脱贫,但脱贫一定能让你脱单 第五,优秀的女性是绝对不愿意跟同样级别,或者比自己级别低的男性昏赔的 见过雄鹰的人是不会爱上乌鸦的 第六,大部分女人,喜欢的是长得比她高,学历比她高,比她有钱,比她见过世面的男人 而不会追求平等或者向下兼容 因为雌性的天命就是筛选优良基因,一代代然后传递下去 所以,你不用再抱怨为什么她不爱你了,是因为你不够强 与其当一条田狗,不如想如何让自己成为一头雄狮 第七,结婚时门当户对真的很重要 这里的门盒互指的是你们的人生观,价值观 第八,真正的爱情是绝对存在的 有爱情步入婚姻的却很少 如果爱情在婚姻中不能升华成古入相连般的亲情 那么爱情很有可能变成怨恨 第九,在爱情和婚姻里 爱对方比对方爱你更重要 能彼此互爱才会享受幸福 单相思只会情到深处遭受孤独 第十,中国人把生命也叫做性命 不用胡思乱想 这里的性就是性冲动性爱性行为的性 人的生命活力离开了性冲动性爱性行为 那就离死亡不远了 彼此相爱的夫妻 必须把延长性爱的年龄作为互相爱护的头等大事 因为这关乎彼此的寿命 夫妻间美满的性爱 可以治愈身体上的疾病 更能疗愈心理和精神上的伤痛 记住以上这十个男女关系基本法则 知性合一,身体力行 你的人生就圆满了一大半 你人生中的另一半事业才会有归属 如果没有幸福的婚姻 没有可以一个彼此深爱的人 和你一同分享你的成就和胜利 你的事业在成功也就仅仅是经历的而已 不会升华成精神世界摧彩的灵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